先松一松,然后装上去以后再把它拧紧固定好 好,固定好以后把装饰盖拧上就行 上面有一个小孔是用这种带罗姆的螺丝来把它固定上的 然后我们把这个带罗姆的螺丝拧进去 好,拧好以后下面用那个小罗姆给它拧上 好,这样就固定好了 这块背板这个配件装饰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装到我们的这边后背上 跟刚刚的这边的这个转角连接到一起 好,把这个铝合金扣到我们的这个转角里面 可以看一下上面 扣好以后再找我们的这个公子型的这个 好,然后后背先要固定一下 这里有两个孔位 然后到时候手电转2.5的转头就打这两个位置 这里直接打通就行了 然后这边也是 这样就够了 上面下面都是这样的 刚刚这边打的孔 然后上螺丝 把这两个转角 把这个后背跟侧面的背板给固定好 这个用短的螺丝就行了 好,转角固定好以后 就要装这边的这个背板了 然后我们先找到这个公子型的 这个连接后背的这个铝材 好,然后先把它扣到我们刚刚装好的这个背板上面 好,扣好用来连接两块背板的这个 扣好以后这个东西上面比一下 看呢,手摸一下 就这个位置是平的吧 是平的之后就可以打上螺丝盐 它这个上面是有螺丝筒的 比一定要这里比一下平掉 平掉以后这里一包抓紧 一包抓紧 好了,到下 我共有四个啊 都给它固定一下 这里螺丝用短的 不要用长的 螺丝包里面有短螺丝的 相反一定要用短的螺丝来拧 长的螺丝容易拧到对面 那这种螺丝的话 就是不拧紧 就这样的话也没事的 也问题不大 这个只要是带上来 它不会分开就行了 然后把另外一块背板就可以拿过来了 这边也是一样 扣到我们的这个工资型的这个银合镜里面 然后这边跟我们的这块侧锅做一个连接 这些都是用螺丝来固定的 这边的话还是要一样的 根据这个孔位用手枪杖把孔开好 这边的话就可以这边先有条 然后这边直接用螺丝 先给它固定好 这边就直接螺丝引上去 上下都有啊 每个位置 这个位置一定要看一下 他这个推进去之后能看个螺丝孔 看了这个螺丝孔之后 你看就行了 螺丝用短的啊 我们装样品的话 就随便拿着一把螺丝就无所谓了啊 他说装的时候一定要用短螺丝来装啊 这个螺丝固定的时候 我直接感觉到已经吃上劲了 就可以了啊 因为这个东西它也不会掉 不会是什么东西 上面就没清了啊 一定要上下 比一下 就刚刚这样的话 就容易到时候顶盖装不上 一定要比齐 手按住 好 这样的话 这里四个 四个 一二三四 全部打孔引上螺丝啊 这两块后被装完了以后 就可以装我们前面的固定玻璃和移门玻璃了 好 先拿到我们这块没有孔的固定玻璃 把这个嵌条先给它装了 固定玻璃是没有孔的的 移门玻璃是有孔的 这个有长的话 用剪刀给它剪断一点 因为我们放的话 嵌条都是比玻璃长的 好 然后我们会把我们的这块固定玻璃 放到我们的这个两个轨道的中间 给它敲到我们的这个 厕面的这个 柱子里面去 这里有一个缝呢 可以看一下 好 扣进去 扣进去 扣进去以后 用我们的小压块 来给它做一个固定 上下 用我们的银色小压块 给它固定 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银色小压块 确定 这小压块的话 是这样的 要把它固定到我们的这个 这个位置 然后可以看一下 这边的话需要 跟这个玻璃 确定好以后 需要这个螺丝孔位 需要打出来 好 先标记一下 标记一下就可以把 打这个孔了 好打穿了以后 就可以用我们的螺丝 把这个小压块固定在这个位置 下面也是一样 实际上的打孔 这样的话我们的这块固定玻璃 就已经固定完成了 固定完成以后 我们接下来要去装我们的一门 好 来看一下我们的一门 我们的一门的话是有 上下有这个华人孔位的 一个四个 然后中间的话 这边是把手的两个孔位 把手的两个孔位 刚刚看了我们的孔位 然后我们就要找到 我们这四个华人 这四个华人的话 先把它拆卸一下 好 拆卸成这样 先拿两个就行了 先拿两个 装我们的上面 上面的孔位 先拿两个华人的配件 把上面的两个先装好 怎么摔下来的 就怎么装上去啊 这个摊黄垫片还是在里面啊